Final Cut Pro怎么一次性全选字幕 有这么几个方法 在Final里面我们一般说的字幕有两种 一种就是时间线最上面的SRT字幕 就是对白字幕 我放大一点 能看到吧 这种SRT的对白字幕 还有一种就是我们从字幕和发声器窗口中 这样拖下来的这种用的字幕 有可能其实是只是普通的这种字幕 也有可能其实是做成了字幕插件模板的一些调整层效果 那么不管是哪一种都是这样的 一个是我们可以在时间线上 像简单一点的这种就直接框选 就把它框选了 这样是不是字幕都是这样选择的 还有就是如果你要选择的这些字幕 可能它是在同一个层上的 比如说都在主时间线上 或者都在连接时间线上 你不好去用鼠标框选的话 怎么办呢 你可以用Shift加选 比方说不管是字幕还是视频还是图片 你选中最开始的视频 比如说从这开始 你想要开始用 那你就把它选中 然后想把它一直连选到这个位置 这一区域你都要选中它 那你就按着Shift键 然后点一下结尾的视频 那么它中间这一条就都被选中了 然后中间有个别的不想被选中的 你按着Command键 在单点几下 就把它单独的给取消掉了 这是一种 字幕也可以这么选 视频也可以这么选 还有一个方法呢 就是批量选择的方法呢 就是在锁引窗口中 大家看 在时间线左下角的这个锁引窗口 这里面是分片段标记角色字幕 分这么几种类型来去可以把这些元素分别显示的 比如说你如果想批量选中的是字幕 你就打到字幕角色这一类 这里面列出的就是全部字幕 既有SRT的这种对白字幕 也有我们从上面拖下来的各种Final字幕都在这 那你要想全选字幕 那你就在这个地方 Command A全选 就把时间线上所有字幕都选中了 如果你想选中的是某一类字幕 这个我们在之前的批量调整转场 和批量调整效果的那期视频里面是讲到过的 方法是一样的 比如说你想调整的是你在里面都加了这种什么高量字 富有活力的字 比如说你想把你这个里面某一类的字全部批量的选中 那你就搜这个字幕的名字就可以了 你在这个索引窗口里面直接搜这个字幕类型的名字 然后它就会在时间线上帮你把所有你搜索的这一类字幕全部选中 这样选中之后 你是想批量删除啊批量修改啊批量替换效果都可以 你可以去我的主页搜一下 我应该是单独出了两期视频 一期是如何批量替换文字的内容 就是替换里面的字 具体什么字 另还有一期呢 就是专门是讲怎么批量替换字幕效果的 那个批量替换字幕效果 跟你的需求应该是一样的 因为他想批量替换的话 都要先整体选中 啊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